让我看看 真没事 谭先生 你既然是景阁老的人 就应该清除我此行西南的目的 景阁老要你杀楚楚 是想要替我父亲报仇 可若是我父亲要你放过他 你可愿暂缓刺杀楚楚之事 先将各种情由告知景阁老 你是说驸马他 自我来到观岭县以后 我心中一直有个疑虑 楚楚身世上的诸多疑点 我父亲曾与他相处多年 怎么会没有看出来 可他却待楚楚几乎是视如己出 所以我猜想这其中必定另有蹊跷 你是说之前和楚家接触的那个巫医 可是那巫医五年前已经失踪了 据我推测 他还在此处 过两日我会去寻我父亲 待我找到父亲 一切便可水落石出 你既然是想要为他报仇 总要先问过他的意愿吧 安君王 此话当真 这样 我准你与我等同去 下官 尊安君王的令 对不起 静怡 是我太冲动了 都怪我 没有及时跟你们说 你没事吧 没事 萧锦麟那个蛮牛 下手也没个轻重 你让我看看 这还是大街上的 这有什么呀 这街上不是没有人吗 你让我看看 我没事 你让我看看 真没事 你没事就好 萧锦麟他下次再敢这样 我非巴勒他皮不扣 谢谢啊 自家兄弟们 卸什么卸 哥 珠珠 你怎么进来了 哥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就 挨了顿板子 挨板子 你怎么会挨板子呢 让我看看 打哪了 别别别 你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啊 我一个男人 你一个小姑娘家的 你说为啥呀